是今年的六月 然後領去年 應該是五到七月的 防疫獎金三千元 醫院就是有發 我不要再繳回三千元 這樣等於就是幾乎沒有 防疫獎金 投訴的醫護人員好生氣 因為等了一年才領到的 防疫津貼三千元 沒想到都還沒開始花 卻又收到衛福部的公文 要求追回 衛福部這個月六號 向部立南投醫院發出公文 表示因為無法確認 中心跟草屯加藏板 集中檢疫所去年五到七月 的收出對象是確診個案 所以撤銷一倍的防疫津貼 並請醫院協助追回 讓在第一線賣命的 醫護人員有夠傻眼 又是持發又是追回 本來該體恤醫護的 防疫津貼整以不斷 今年六月中 曾受醫護上網發文 領到五千元的防疫津貼 接著七月中又有人領到九千八百元 等於去年一整年防疫津貼 連一萬五千元都不到 但沒想到月底 還有人收到六十七塊錢的防疫津貼 發放標準是什麼 一線醫護補薩薩 其實根據指揮中心提出的防疫預算 更有一千九百零一億元 但集中檢疫場所與金貼預算 卻只有不到百分之四的 七十一點一億元 如今爆出領款被撤毀的狀況 也讓一線醫護實在心寒 華視新聞 馮依珍李宏傑 一台報導 嗨 我是莊宇傑 想要看到更多的新聞內容嗎 趕快訂閱華視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開啟小鈴鐺 跟著宇傑一起看新聞吧